房地部拟推新公务计划 成本30万,只卖6万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之前房地部长尼可敏就有不断的强调 我们要向新加坡的公共组务多多学习 确保能够让人民在可负担的范围里面 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今天这个概念终于有了一点眉目 现在尼可敏是跟他的团队在香港公干 主要就是去考察中国大陆 还有香港的公共组务计划 基本上来讲,在尼可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有透露马来西亚政府现在有意要推一个新的项目 叫做人民住宅计划 马来文叫做Program Residency Rady 那这个计划基本上就有一点点像新加坡的公共组务计划 主要就是由政府来补贴这一个房子 让人民能够以很低的价格来买到属于自己的家 那这个房子就是人民住宅计划 它的这个组务每一间是750方尺 那它里面是三个房间,然后有两个厕所 然后尼可敏还讲呢 他们会确保呢,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家是非常适合居住的 那有这一个商业的这一个店铺 确保可以很方便的就能够买到东西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社区的功能 那比如说可能像是健身房或者是公园 这样子的,那确保这一个公共组务计划 虽然它是由政府来建的 可是呢,要让人民住得舒服 就像你去花50万来买这个condo 那个概念可能是差不多一样 尼可敏要营造的感觉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除此之外呢,这个交通还必须要方便 确保呢,有这个绿色的这个支持 整个环境要非常的舒服 OK,那这样子的房子 尼可敏就告诉我们 750方车它的这一个造价成本 是30万马币 那30万马币的造价成本 算不算便宜呢? 那由于我不是这一个建筑行业的 所以呢,我真的不是太确定 那如果有观众是从事这一个领域 这一个行业的 不妨在这个评论区让我们知道一下 尼可敏口中的这一个750方车的这个房子 30万造价会不会算是一个比较低的成本呢? 那欢迎留言 那基本上来讲呢 这一个计划 政府打算花5亿5000万来去做这个项目了 那平均算下来 大概就是可以有1830间 这一个房子了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到底这样子美好的计划 6万块钱 能够买到30万的这个造价成本的房子 这么好康的东西 我们华人能不能够拿得到呢? 还是根据这个过往的情况 还是有固打制的存在呢? 我相信这一个应该是免不了的啦 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固打的存在 所以呢 至于他的情况是怎样 尼可敏是没有交代的很清楚 那我们只能够等这个政策细节 下来过后呢 才能够进一步的评论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个成本跟这个卖价 30万的房子 卖你6万块钱 听起来这么好康 那是不是会有一些人 买了这个6万块的房子 然后转手卖掉 来赚政府的这一个差价呢? 诶! 尼可敏呢 也是有想到这一个问题 所以呢 他们就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冷冻期 就是10年 10年之内呢 你是不能够卖这个房子的 不然的话 你就等于是滥用了政府的这个补贴 这个补贴力度非常大 30万 只卖你6万 那所以 终上所述呢 我觉得 整个计划呢 听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还是要等这个尼可敏回国过后 可能会进一步的跟大家来分享 他的整个细节 整个方案要怎样落地 除此之外呢 尼可敏也是有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 马来西亚的现在这一个人民住宅计划 获得的这一个拨款只有5亿5000万 对比起新加坡的这一个公共组务的计划 他们每一年的预算呢 是300亿新币啊 所以呢 差得非常的远 因此呢 房地不想要跟政府要求更多的这个预算呢 来打造属于更多马来西亚人的这个可负担房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计划 那希望呢 真正落地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造福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 而不是成为这一个固打之底下的又一个新产物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见拜拜